还真把自己当蜀妃了 把这给我换上 只听过妃子欺负宫女 却没听说过宫女欺负妃子的 眼前这个嚣张跋扈的宫女小月 仗着自己有贵妃成妖 竟然敢对皇上的宠妃指手画脚 嫣然看着小月直高气昂的样子 顿时被吓得低着头 而小月非但不收敛 还嚣张地说 嫣然从今往后都要听自己的 一向软弱的嫣然想到娘家的势力单薄 也不敢反抗 只能乖乖听从 小月看着缩得像安春一样的嫣然 十分得意地转身离开 之后嫣然只能认命 换上宫女的衣服到御膳房刷碗 从小实质不沾阳春水的嫣然 看着眼前的碗不知该如何下手 但为了不受到小月的打骂 她只好学着旁边宫女的做法 就在嫣然转头时 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脸庞 直接喊了一声姐姐 而旁边的宫女也当即转过头来 等两人都看清对方的脸时 瞬间扑到对方的怀里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在这洗碗呢 你不是进宫选秀女了吗 嫣然听后想要将自己经历的一切 都告诉姐姐 但是却不知该从何说起 只能扑到姐姐怀里 不断地说自己没有损坏贵妃的东西 在一番询问下 姐姐得知嫣然进宫 是为了报答县令的救命之恩 原来当初嫣然 在叛乱中与父亲姐姐走散 她为了寻找两人来到京城 谁知却遭到小混混的欺负 幸好被县令救下 而当时县令也在因为 女儿不想进宫逃婚的事犯愁 嫣然得知后 为了报答县令的救命之恩 决定代替她的女儿进宫 姐姐听了嫣然这段时间经历的时候 顿时红着眼眶 语气中充满自责地表示 都是她没照顾好嫣然 嫣然看着姐姐难过的样子 温柔地安慰她 之后嫣然告诉姐姐 以后在皇宫中 不要再喊自己之前的名字 以免穿帮 这时嫣然想起了父亲 于是便转头询问姐姐 姐姐听后顿时低着头 依附不知该如何开口的模样 姐姐你说话啊 怎么了 姐姐见状知道瞒不过嫣然 只好告诉她父亲 在战乱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 被判军乱刀砍死 嫣然听后顿时伤心地泪流满面 并不断地问姐姐 父亲的尸首在哪 当听到姐姐说父亲的尸体 被留在了荒郊野外 瞬间崩溃地嚎啕大哭 姐姐见状只能一把将她抱在怀里 陪着嫣然一同发现 失去父亲的痛苦 一阵伤心过后 姐姐想到嫣然一天都为吃饭 于是便到厨房给她拿吃的 谁知却听到小月和她的小跟班说 贵妃让他们悄悄将嫣然处死 跟班听后顿时害怕地 缩着脖子 小月看到后表示 在事情办成后 可以将罪名栽赃到嫣然姐姐身上 姐姐听到这一切 瞬间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随后赶忙找到嫣然 拉着她就准备离开 嫣然见状顿时一脸疑惑地看着她 姐姐望着她迷惑的样子 慌忙解释 小月准备趁天黑将她杀害 说完还不等嫣然反应 就直接拉着她离开 而后姐姐为了能成功带嫣然离开 故意在脸上画几道血痕 装扮成鬼来吓唬宫门口的侍卫 侍卫看到后顿时被吓得晕倒在地 两人见计谋成功 立即往下一个宫门口赶去 谁知中途路过御花园的时候 看见刚才只是寥寥无几的侍卫 如今竟一批接着一批的 从两人面前经过 嫣然和姐姐看到后 瞬间害怕地躲在围栏后面 一动不敢动 直至看到侍卫都已经离开后 他们才赶出来 之后嫣然和姐姐为了不被侍卫发现 被迫爬到树上藏身 但是胆小的嫣然 坐在树上不断地哆嗦 姐姐见状为了安慰她 故意说这段时间不见嫣然 她竟然胖得像猪一样 嫣然听后顿时委屈不已 谁知就在这时 树下集结了无数侍卫 嫣然看到后 瞬间害怕地用树叶挡着脸 然而就在这危急关头 她手中一个树叶掉到了地上 就是这一细微的动作 当即引起了侍卫的注意 幸好在她准备 对嫣然躲藏的树搜查时 同伴匆忙赶来告诉她 手脸让众人到宫门口集合 嫣然这才躲过一劫 等危机解除后 她看着姐姐一脸疑惑地询问 该如何下去 谁知姐姐竟说 怎么上来的怎么下去 嫣然听后看着她 而后嫣然小心翼翼地 跟在姐姐身后 两人像壁虎一样 扶着宫墙缓慢行走 依此来躲避侍卫的巡查 谁知好巧不巧 竟直接撞上了 从宫内出来的太监 姐姐看到后再次顾忌重施 用脸上的妆容吓唬她 太监顿时被吓得跪地求饶 而这时听到动静的侍卫总领 立即带兵赶来 嫣然和姐姐瞬间害怕地 对着墙壁 避免被侍卫发现 他们两人准备逃跑 但偏偏想什么来什么 而后侍卫直接将嫣然 带到贵妃面前 直接了当地说出 她准备逃出宫的事 站在旁边的太监 在灯光的照耀下 这才认出眼前的宫女 是皇上前几日刚测封的妃子 十分疑惑地询问贵妃 为何皇上前脚刚走 嫣然后脚就变成了御膳房的宫女 贵妃嫉妒宠妃获得皇上宠爱 竟然陷害她损坏御赐之物 贵妃听后竟选择视而不见 直接让嫣然起身回话 之后为了能让太监 在皇上面前替自己说话 竟然撒谎说嫣然 将御赐之物损坏 所以才将她贬到御膳房 以示惩戒 而后又冠冕堂皇地询问 嫣然为什么会逃跑 并且还将罪名推托到姐姐身上 嫣然见状赶忙解释与姐姐无关 接着又准备将有人 想谋害自己的事说出来 谁知还没开口就被姐姐拦下 姐姐为了不让他们两人 逃跑的罪名坐实 直接拿出自己忽悠人的本事 站在贵妃旁边的侍女 不等贵妃开口 就率先呵斥嫣然两人 并质问他们为何要逃跑 逃?我们怎么会逃呢? 我们只不过是走丢了 贵妃顿时被嫣然姐姐的回答 惊讶地呆愣在原地 可是恶毒的贵妃 哪肯这么轻易地放过嫣然 于是故意转头对侍女说 将嫣然带回御膳房好好伺候 而小月得到贵妃的命令后 直接将嫣然两人关进柴房 并且还十分嚣张地拿着 手臂一扳粗的棍子 准备殴打她 姐姐看到后 禁止护在嫣然面前 以防她受伤 小月看着两人得意地叫嚣 如今他们在自己的地盘 她想怎么收拾嫣然 就怎么收拾 没有一个敢阻拦 姐姐听后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还怒瞪着小月 不料这一举动彻底惹怒了她 只见小月拿着棍子 就准备教训两人 姐姐看到后 一把将棍子夺过来 并且直接扔出去 岂知好巧不巧 竟将小月的狗腿子砸晕 小月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也不敢再像刚才一样嚣张 找借口说她今天心情好 放过嫣然两人 本以为她是准备离开 谁知小月竟说 只要嫣然向自己跪地求饶 就放过她 姐姐听到后 顿时怒瞪着她 要凶没凶 天天这么凶 你就是一个没长熟的 大头豆芽菜 小月听后瞬间生气的 举着棍子准备教训 嫣然姐妹两人 无料却被她们躲开 她瞬间摔到草垛中 但是小月哪看就这样 善罢甘休 再次举着棍子 就从嫣然而来 姐姐见状一把抓住棍子 嫣然看到后趁机 捡起地上的簪子扎向她 小月当即吃痛地将姐姐推开 并一棍子打到嫣然的脑袋上 被推到一旁的姐姐看着 捂着头露出痛苦之色的嫣然 立即拿起背篓盖在小月头上 并把她打晕在地上 姐姐看着晕倒在草垛上嫣然 内心担忧万分 可是呼喊了许久都没有一个人 愿意帮助她们 直到第二天早上御膳房总管 到柴房拿东西 才发现了两人 此时的嫣然因为着梁发起了高烧 致使整个人都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 总管看到这一幕 立即质问罪魁祸首小月 谁知小月竟说是嫣然私自出逃 自己只是小城大姐 总管听到小月指示 区区一个御膳房的宫女 竟然敢惩罚皇上的妃子 顿时愤怒地指责她 小月在面对总管的谩骂 怂得像个安春一样 不敢吭声 另一边贵妃得知小月因为自己的命令 将燕燃整得奄奄一息时 害怕会牵连她 于是就率先治小月的罪 谁知没脑子的小月 竟然当众说是贵妃身边的宫女 真是她这样做的 贵妃见她竟然将自己拉下水 立即拍着桌子大声怒斥小月 此时的小月 真的是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只能将虐待皇上妃子的罪名揽下 随后小月在狗腿子的搀扶下回到房间 她趴在床上 哭着表示 从今往后 她和燕燃势不两立 本以为小月经过这次处罚会长记性 谁知她还是不肯悔改 这天小月听说贵妃 让御膳房总管给她熬制 可以让女人怀孕的汤药 便准备在贵妃的药中下毒 并趁机嫁祸给燕燃姐妹两人 于是故意假借给燕燃道歉的名义 让狗腿子将药物 放到她察觉不到的地方 燕燃看着小月殷勤的样子 感觉她就是黄鼠狼给击败年不安好心 但为了不撕破脸 还是向小月表达谢意 小月见狗腿子已经将事情办好 当即恢复成之前嚣张的样子 姐姐见状直接将其赶出去 果不其然 没一会儿 皇宫内就传出了贵妃喝完汤药 腹痛难忍的消息 此时一出负责贵妃熬制汤药的总管 就率先被抓起来 大牢内侍卫看着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总管 询问她在给贵妃熬药的时候 都有谁在场可以为其证明 不是总管吓得毒 总管听后表示当时燕燃的妹妹 一直在旁边看着自己 侍卫听后立即带人 到燕燃姐妹两人房间搜捕 此时屋内燕燃正准备吃东西时 就被侍卫粗鲁的踹门声 吓得将手里的勺子都掉在地上 不明真相的姐妹二人 看着房间内的侍卫都十分的疑惑 当听到他们是来追查 谋害贵妃的凶手时 还是乖乖让侍卫搜查 这哪是统领啊 这不军权吗 谁知就在两人窃窃私语的时候 侍卫就从花盆底下 拿出一个装着 与贵妃中毒的药材是一样的 当即就让身后的士兵 将燕燃姐妹二人捉起来 无论他们怎么喊冤都没有用 大牢内燕燃趴在门框上 不断地喊冤 行了 别喊了 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来 燕燃听后顿时委屈地撅着嘴巴 当听到姐姐说 这几次的灾难都是有人故意设计陷害的 瞬间害怕地泪流满面 另一边正在寺庙祭拜的皇上 得知燕燃遭人陷害被关进了大牢 立刻让自己的心腹大壮 率先回宫保护燕燃 此时审讯室内 侍卫拿着鞭子准备对燕燃用刑 就算燕燃将皇上搬出来 侍卫也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表情 你抽我 你俩都得抽 来 你一起抽 燕燃看着侍卫手里即将落下的鞭子 顿时害怕地闭上眼睛 然而就在鞭子落下的时候 皇上的心腹大壮 即使赶来阻止 侍卫看着眼前的大壮 依旧叫嚣着让他 不要阻止自己审讯犯人 大壮听后立即拿出皇上的令牌表示 燕燃下毒一事 皇上要亲自审讯 侍卫听到后再也没了 刚才嚣张的样子 燕燃听到是皇上派大壮回来保护他时 内心顿时感动不已 宠妃遭人陷害入狱 牢房内大壮看着憔悴的燕燃 询问他事情的经过 但是惊吓过度的燕燃 根本无法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表达清楚 姐姐看到后立即站出来 把所有的经过说出来 侍卫听完之后 告诉燕燃这件事 要等皇上回宫才能解决 说完便直接转身离开 而此时已经回宫的皇上 本以为他会先去大牢内看望燕燃 谁知他竟先去看望贵妃 并对他各种嘘寒问暖 好似贵妃才是受委屈的人 贵妃看着皇上关心他的样子 立刻发挥出他绿茶的本色 茶言茶语的说燕燃 不是故意下毒谋害他的 贵妃本以为在自己的一番操作下 皇上会将燕燃处死 谁知皇上竟说要重新审理下毒一案 欲说房内皇上将所有知道下毒案的人宣进攻 大壮一看见皇上 就将他的调查结果说出来 大壮表示贵妃汤药中 致使人腹痛难忍的药 经过太医查看是在汤药煮好之后 放进去的 并且药材煮好的时候 燕燃并未在旁边 所以此事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皇上听到后顿时开心不已 立马让太监到大牢宣旨 即刻恢复燕燃的身份 并且还将他晋升为贵妃 风波结束后 皇上为了安慰燕燃受伤的心灵 立即到寝宫安慰他 燕燃看着皇上细心照顾自己的模样 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 不许哭 承蒙皇上厚爱 不知何以为报 皇上听后表示他是真心实意 对燕燃不需要他的报答 等皇上离开后 燕燃为了当初在御膳房 小月处处虐待自己一事 于是就假借身体不适 需要御膳房宫女伺候为由 让她来请宫伺候自己 让你们起再起 平身 小月看着燕燃一时之间 不知该站着还是跪着 在几番犹豫过后 小月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燕燃看着小月 呼吁说今日他竟如此的安稳 不似前几日嚣张跋扈 小月听后顿时吓得跪地求饶 位置错了 请师妃娘娘饶恕备旨 燕燃看着小月 如今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样子 瞬间开心不已 起来吧 起来啊 小月听到后赶忙站起身 将食物放在桌子上 供燕燃使用 并小心翼翼地将碗放在她面前 燕燃见状 趁机将贵妃中毒的药材说出 小月听到后 瞬间被吓到的低着头 不敢直视她 燕燃看着她满脸惶恐的样子 故意寻了小月 碗里的鸡汤中都放了哪些食材 傻乎乎的小月 并未听出燕燃的言外之意 还开心地将所有食材都说出来 而后燕燃刻意说 小月如此善良的人 和地上那些行走的禽兽 可是心有灵犀的 小月听后顿时生气地抬头 看了她一眼 但是又不敢表露出来 只能低着头让燕燃嘲讽 就在小月以为 她终于可以离开时 却听到燕燃让她去刷公筒 小月本想反抗 可是谁知 燕燃竟当众搬出皇上 吓得她立即跪下表示 为燕燃刷公筒是自己的福分 之后就怒气冲冲地 转身到门外干活 燕燃看着小月 有苦说不出的样子 瞬间开心地合不拢嘴 没一会儿小月就顶着 她那一手异味走到燕燃面前 谁知燕燃并未打算就此放过她 打算借她刚才刷完公筒 没有洗手为由惩罚她 便故意让小月给自己盛汤 燕燃看着小月的手 装作无意询问她洗手了没有 小月顿时被问的疑愣 燕燃见她的目的达到了 当即拍着桌子怒斥她 接着装作愤怒的样子 让身后的侍女惩罚小月 并且还要有节奏 小月顿时气地皱着眉头 可是也不敢反抗 只能默默地受着 至此之后燕燃在皇宫中 还会发生哪些事 关注时光 我们一起追剧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